Hello 大家好 又是新影片 大家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這個頻道 線上中標知識課程即將開班 大家記得有興趣的話 截下連結 盡快報班 今次就想介紹一些 都是關於機芯的種類 上次講了一系列 例如自製機芯 改裝機芯之類 今次就想跟大家講講通用機芯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都留意 很多不同的品牌都說自製機芯 自家機芯 其實通用機芯 在瑞士中標業的地位 都是舉足輕重 今次就會介紹一系列 一些很著名的通用機芯 廠的名字 如果讀音讀得有不差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指導一下 開始介紹一下 以下這些都是一些現時或是之前 因為有些是被人收購之類 都是一些是中標業來講 一些是著名的專注做機芯的機芯廠 首先看回第一個 ETA 大家都應該非常熟悉 ETA 歷史悠久 都是一個專注生產機芯的一個大戶 這個之後我會每一個機芯廠都會有一些簡介 ETA 人所共知 最出名的 在一些生產機芯廠 第二個 就叫做 LEMANEA 這一個廠 如果有 比較資深 玩開錶的朋友都知道 它 都是一個做機芯非常之厲害的廠 還有它其實都拼入了品牌群裏面 這個之後都會介紹 有相同的運行軌跡 就是第三個 FIDIHEY PIGAY 這個又是拼入了集團品牌 專門製造機芯的 這個就是第三個 第四個 就是SILITA 這個也是非常出名 這個之後都會介紹 為什麼它會這麼出名 再來第五個 就是SOULPOT 這個機芯廠 也是相當之有它一些特場的地方 這個之後都會介紹 好 再來介紹第六個 就是 FOUCHE FOUCHE 這個機芯廠 都是一些做機芯的 都是比較有名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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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都是有名的 就是叫做MANEVER 這個都相當有名 它後來都拼入了 亦都是拼入了某個品牌 都是 專門成為它的成員 這個之後都會介紹 再來 這個MIYOTA 這個應該 如果有玩開日本錶的朋友 應該都對它相當之認識 對它相當之認識 就是西鐵城 但都應該 有玩開日本錶 應該都會聽過這個牌子 就是這個機芯廠 再來就是這個TECLOTIME 再來就是這個TECLOTIME 特點給大家 這個影片來到這裡 下一個影片再見 拜拜